劳荣之家属委托律师回应南昌警方通报不清楚是否是劳荣之真实意愿 5日,南昌警方从厦门将犯罪嫌疑人劳荣之押戒回南昌 目前积压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公安机关充分尊重劳荣之本人意愿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 协调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劳荣之提供法律援助 12月11日,劳荣之分别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向公安机关提出 拒绝亲属与南昌警方接触 希望家属摆脱因应 拒绝家人为其聘请律师 同时向政府申请法律援助 据媒体报道称 此前法律学者律师吴丹宏称已受劳荣之家属委托 担任劳荣之的辩护律师 针对12日南昌市公安局发布的劳荣之拒绝家属与警方接触的通告 吴丹宏称 目前他不清楚劳荣之具体被关押在哪里 也不清楚劳荣之拒绝家属与警方接触是否是其真实意愿 吴丹宏称仁希望和劳荣之进行会面 据法子英当年供述 1996年和劳荣之在南昌杀害了一家三口 之后又在温州杀死两人 加上在合肥杀害的英某和陆某 一共杀害了7名受害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